好,开始我们按这个按钮 按进去之后,程式就会开始执行 然后程式执行之后呢 就会看到左边这个是风 看我们参数的这个视窗 右边是我们主要的视窗 那右边右上角是有一个IP设定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可以设定到要连到我们的IPCAM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按SET IP进去之后 就会显示我们成功或者是不成功连接到IPCAM 那下面就有一个讯息显示 我们已经成功连接到这个IPCAM 那在我们右下角那个LOW IPCAM 按进去之后呢 它会自动连接到这个IPCAM 然后截取影像到电脑里面 那它大概10秒左右就会出现这个新的视窗 那这个新的视窗呢 主要是分析 做影像的分析 那走边的这些参数呢 当它超过一定的值 它就会触发我们的视线 然后就会开始进入影像判断 所以呢 现在它现在不断的在读入影像 那当我们放任何一张四边形的物体进去 就会自动侦测并且视觉转换 那我们现在丢一张固克牌 我们做测试 那很快的它就能够在第30个frame 就大概一秒后 它就能够找到一张星号5的这张牌 那下面的这个图说就是 右上角是透过灰阶转换 然后再经过这个kenny边缘侦测 再来就是这个霍夫直线转换 再来就是透过这四条线里面 找到对应的线 然后再找焦点 找到焦点再回到原图 将对应的图做视觉的转换 那我们继续的往下丢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去除背景的方式 将原本的图把它去掉 所以呢 就是我们可以不断以此类推 去做这个连续影像的截取 它会自动去除现在的背景 那我们继续的往下丢 以此类推 好 我们都可以成功的截取到这个影像 好 我们都能够非常成功的找得到 好 新 明镜 我们都可以成功的 我们都不得了 在最后转发的 进行 等于 我们就像 让它在阻担 前转 前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